来到桃园市贵山区文庆路和青山路交叉口 过往这里在上下班尖峰时刻 总是造成来自新北和A7合一住宅的车辆大塞车 对此在里长和议员争取下 桃园市府公务局在2023年10月 开办文庆路拓宽工程 并在今年4月初完工 调整了绿带和人行道位置 让文庆路通往文化一路方向多增加一个车道 并规划左右转转用车道 让里长开心表示终于不塞了 原本文庆路只有六线道 三条线道是往外面出去 然后三条是进来 那因为文庆路常常会 早上上班的时间常常会塞车 所以在去年里计座谈会的时候 我有提出调拨一个车道 让早上出去的车可以拥有四线道 然后两线道进来就好 那因为这个提案后来被否决了 牛许廷议员后来觉得这个案子不错 因为我们文庆里就是少一个线道出去 所以他后来提议直接把道路拓宽 变成七个线道 改成早上有四个线道出去 三个线道进来 那经过市政府拍板定案之后 目前文庆路跟青山路拓宽工程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这边车流量早上都非常顺畅 下班的见风时间也是很顺畅的 另外由于A7地区目前尚未有公园设置 居民只能到文庆水资中心 或是更后方的张罗流步道来运动 因此里长也向市府呼吁 希望青山路两侧绿带也能来规划设置公园 进一步加汇在地民众 青山路跟文庆路两侧也都做了人行道的铺面 可以让行人可以安心行走 除了人行道之外也希望说市政府帮忙 赶紧披荐文庆里内的公园 让这些公园可以提供给民众休憩使用 他们目前没有地方去 只能在社区的公社里面 或者是社区中庭散散步 或者是到水资中心那边走一走 不过因为水资中心距离文庆里里中心比较远 所以民众去那边的意愿不高 大部分都是往后山的践行步道行走 对这是目前比较多的休闲形态 随着时间流逝 A7合一住宅人口增加迅速 周围地区许多建案也陆续落成启用 可预期未来贵山大平顶地区交通会更加繁忙 里长期盼政府能更加重视在地交通问题 早日开辟相关联外道路 造福在地居民能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既然预警调报导